好 那麼各位在找圖的時候 一定用過 Google 找圖對不對 那麼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搭配這兩個關鍵字 叫做 PNG 跟 SVG 那 PNG 是什麼 是點證圖 SVG 是向量圖 這兩個都是現在新版的 所謂的網路瀏覽器的標準 那 PNG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它可以支援所謂的透明度 透明度 那它支援的透明度不是像以前的 GIF 有沒有 我們 Office 裡面不是有一個地管嗎 色違透明 那種透明是只有一個顏色的透明 那 PNG 它也是 256 種 最多 256 種的什麼透明度 也就是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有 256 種 所以你可以做到什麼 半透明 像什麼 陰影 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如果你在找圖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用這個對不對 不會用 Yahoo 的嘛 所以我用 Google 我有發現有些同學會不小心用到 Yahoo 的 但是我跟你講 Yahoo 國際功能 就是它看的時候 今天水果遊戲第二天好 但是我們要找圖片 比如說我們找最簡單的 DOG對不對 DOG 如果你是這樣找 你會發現沒有錯都是狗 沒有錯 可是有沒有發現就是一些沒去備的都跑出來 但是你試試看看在你關鍵字在空格 PNG 你會發現有沒有狗乾淨一點 有沒有 當然不能保證每一張都是透明的 因為現在也越來越多格式 就是相同的格式 可是你會發現真的乾淨很多 那麼重點是你要點進去看一下 比如說這裡有沒有 Say hello 一下 那你可以看看有的這個會有 你注意就是這個背景 然後我這邊現在這個沒有 我找看看這個應該是有的 你們的應該會看得到 我不知道因為我的現在是看不到 你們的有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個變得好像賽車格這樣有沒有 那就 Bingo 找到了 所以以後續備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你是要找人家的你就這樣子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你不要找那個什麼小圖 不要在這邊就按右鍵 因為Google他一進來之後 他會下面也有在跑 跑完之後你才按右鍵把他怎麼樣 另存引項微 你千萬不要只有複製喔 只有複製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微軟 只對他的什麼office比較好 如果你是在office裡面 那這樣OK貼進去他是透明的 可是如果你像我們一般有用Foloshop 還是一些微軟以外的軟體 抱歉 檢貼部不認識透明度 他就直接把你丟掉了 所以你進去你就黑黑的有沒有 就是旁邊這邊就變黑黑的 或者是白白的 所以一般來講我都會建議你直接定存一下 這樣存下來之後 不管以後你要用在簡報 或是那個都可以 你看我們 或者我們用在微軟體 錢不錢不錢 也可以啊 我們影片裡面有沒有 常常有很多比較烏鴉飛過去啊 錘子啊打下去啊 有沒有閃電啊 那個是不是要透明對不對 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雖然是講 找圖 但是一樣用在影片裡試用 那麼一樣的關鍵字加上什麼 SVG SV 有沒有發現狗狗好像變卡通了 因爲什麼 SVG是像樣的格式 像樣的 通常來講比較卡通一點 沒錯吧 因為點證的是忠實的呈現出來 那SVG字吧 像樣的 所以如果你點到他 我看一下 你們的 有沒有這隻狗狗也是一樣 後面是格子狀的 這樣你也是Bingo啦 就直接把它存下來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有沒有發現 找所謂的素材變得容易多一點 但是當然這個是沒有做 所謂的版權的過濾 如果你希望用Google 多做一點版權過濾 你看更多這邊 不是這個 搜尋工具 有沒有一個使用權限 好你就可以看看 如果你表示你想要用在非商業用途的 而且可以再利用的 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就再稍微過濾一點 當然結果會比較少一點 因爲你有這條件嘛 可是至少他有幫你做的基本的過濾 可是當然如果你要真的很 怎麼樣很確定的 建立你還是到他官方網站去看一下 像這個是在維基百科上的 有沒有 這是維基百科上的 所以你就要看一下 維基百科上也都會註明 比如說圖片不是他自己的 他告訴你來源是在哪裡 來源在哪邊 這樣了解了嗎 那給各位花個時間 稍微看看我們這些素材 你可以找看看 謝謝強勇 對 謝謝 感谢观看